無緣無緣無 clutter 亡不肯 最新好不好 哈囉大家好我是高架老師 今天我們邀請到了一組 唱歌非常好的YouTuber 我們歡迎 all coworkers 我們終於來上高枕 Micro 有沒有亂 Han 的吼 突然入鏡 我是鳥媽 我是華爸 我是愛金星 好 掰掰 他就是要參與這個趴 今天就是來當吉祥 沒有問題 聽說最近要出專輯了對不對 明天我們的專輯正式發行 就在明天 喔所以專輯名稱叫做 媽爹同名專輯 會是六首歌的專輯 然後全部都是我們兩個自己寫的 寫詞寫曲 哇太厲害了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的甘苦談 在我們繼續聊張專輯之前 我們先給大家聽一下裡面的一首歌好了 那我們接下來要帶來的是 我們的第一首歌 第一波主打 就是遊樂場 Yeah One two three go 輪到我華麗燈唱那一刻 等到他們 也都是的 人也跟別編織彩色的歌 跟著就走 走過角色 路旁的人打著鼓 跳著舞哼著歌 誰關上了耳朵 鏡子在人群中 未來保持載著你載著我 快上車 不用擔心太多 Just get on get on get on 丟掉目的轉呀轉 這種速度我喜歡 生活是最繽紛的遊樂場 就這麼簡單 從手握緊方向盤 連迷路都會濕染 光影光在這座遊樂場裡 我是最最快樂的小孩 Spi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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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轉小小孩 Spi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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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樂小小孩 Spi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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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轉小小孩 Spi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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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樂小小孩 Spinning 那我自己還蠻好奇 就是你們這一段時間 都一直在當YouTuber 怎麼突然想要做一個比較完整的專輯 這樣子 其實我們五年前本來是歌手的身份 在生星星之前 那時候我們剛結婚 然後有一個經紀公司等於是要跟我們合作 但是後來遇到我老婆法孕 唱片公司 對她也是經紀公司 她不是 她是經紀家唱片公司 好 whatever 一起工作就是這樣 反正當時有一個唱片公司是想要跟我們合作 然後幫我們發歌這樣 可是那個時候我太太法孕的關係 所以他們就在一個禮拜之內跟我們解約 可是你們是被解約 被解約 可是他們如果這樣子提前解約 他們沒有違約制約 當時就是合約躺在信箱裡面 對 但還沒有簽 哇這樣真的蠻可惜的 你永遠不知道生命會發生什麼變故這樣 所以後來你們就當YouTuber 對 因為我等於是換工作去 學拍片 然後我太太就生小孩 就開始帶小孩 那我們就一邊 開始拍家裡的親子的內容 就是這樣 如果還是一直有想要唱歌啊 在家裡面我們本來就也會有一些音樂的內容 有有有 你們發那種cover 或者說反正只要唱歌影片我都會看 我會覺得哇 真的是非常好聽 大家聽一下 好 你們發的張專輯是很認真的音樂專輯 認真 對 超級認真 我看到的時候覺得質感真的非常好 發張專輯定位就是 不是只有給小朋友聽 希望給大人也可以聽 對對對 像遊樂場 它的靈感其實是來自於 我們跟自己的孩子相處的過程 就是我們跟星星相處 在帶小孩的過程 告訴你有小孩你一定知道 對 你懂 就是 貪了一口氣是怎麼意思呢 雖然帶小孩的過程是崩潰的 可是其實也有很多的東西會讓我們學習 比方說像我帶我女兒的時候 就很常會想起我小時候 無拘無束 所以你發現小朋友玩遊戲 他是沒有任何場所跟時間的限制 他沒有限制 可是他就是覺得他就是要另外玩法 對 然後可是你又覺得好像 好像也蠻有道理的這樣子 對 所以遊樂場這首歌就是想要跟大家講說 我們雖然是大人了 可是我們多久沒有這樣的心態 把生活 當成是一個遊樂場 對 那我蠻好奇你們說這張專題是 全部都自己創作 對 那你們創作的話是一人負責一部分呢 還是共同 啊 講到這個就是 其實夫妻一起共同創作 就是一定會經歷一些 我很好奇你想要講什麼 你知道磨合的過程 我們的分工就是 我們先一起發想一個大概的方向 然後他就會去聽很多的編曲 然後再去發想曲 但通常呢就是你講好了 我們家其實只有在創作中會吵架 你們兩個分工就是我不能寫曲 然後他不能寫詞 這是大概的分工啦 大概大概 但是其實他也會參與詞的意見 然後我會參與曲的意見 那很多時候就會產生一些不滿意 然後就需要磨合到討論 可是你們是那種 比方說真的討論完然後就over掉 還是會 我現在不想跟他講話那種 我覺得一起創作是 對夫妻來講是一個很有趣的過程 因為你會發現 到最後就不是要爭論誰對誰錯 是要找出一個 兩個都同意的 平衡點 大家在上面都覺得舒服 婚姻這艘船就不會沉 Anyways 這艘專業就是我們 一起回來 過程這樣 所以你們就是除了創作以外 就不太會吵架 不太會吵架 可能對我來說 只有創作是重要的事情 在我家我是真的很讓自我老婆 其實他是一個蠻好的先生 對 不論是帶小孩 我們兩個會分工 然後 還有我的薪水都匯到他的父母 對 做爸爸這個角色上面 其實他是非常的優秀 因為他把錢都會進我的戶口 那相信大家前面聽的應該還不過癮 那我們帶來最後一首歌 這首歌叫做 未來的日子 是那時候我曾經在懷老二之前 有一胎是流產的 對 那我跟我先生那個時候走過小產的經歷 我們幫他寫成一首歌 希望他可以撫慰到一些人生 我相信 那我們就來聽一下吧 心跳歸零 瞬間失去你 靈魂想被掏空好幾遍 放滿一所 心裡沒帶走 景色依舊 歡揚著思念 怎麼尋找那嚮往的美好 內心拼湊著 未知的問號 瘋狂又跌入 失落的逆罩 我只能祈禱 祈禱是唯一解藥 Baby我想見你 想聽見你的信心 在耳邊的雨後 Baby我想念你 那些回憶是你 你存在的證據 回來的日子 你會活在我的心裡 在我的心裡 好的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記得按讚加分享 也不要讓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可以開始通知的小鈴鐺 我們也給我來一四晚上九點會有新的影片 另外也別忘了去Mom and Dad的頻道 去看我們今天有一點點的生活紀錄 然後記得訂閱他們的頻道 然後還有追蹤他們的IG 以及他們的Facebook哦 那他們這張專輯的音樂連結 都會幫大家放在資訊欄 以及下方留言區 大家可以去點來聽哦 真的非常好聽 那這部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嘎老師 我們是Mom and Dad 我們下次再見囉 Bye Bye